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2018年的美国科幻电影《机器猛犬》 讲述了乡村少年捡到高科技机器狗 不仅把他养成了二哈 还靠他撩妹的故事 咱们的男主小明是个乡村摩托车手 他的车技在这十里八乡是无人能敌 再加上他父亲老明的技术加持 小明在比赛里都稳稳拿第一 但小明心里有个小秘密 他有个女神小美 碍于面子 他迟迟不敢表白 另一边 军方实验室里的军事科学家眼镜哥 创造出了一只战斗机器狗 但他却有了自主意识 趁所有人不注意就跑出去浪迹天涯了 为了给军方交代 眼镜哥不得不派出无人机到处寻找他 这天 有钱的富二代车手大壮邀请小明 和他一起拍高难度赛车视频 但大壮却故意搞事 往他的摩托车油箱里灌水 害得他摔了个狗吃屎 正当小明忧郁的时候 他碰见了到处撒花的机器狗 小明骑着摩托车就溜 可机器狗那身手不摆了 居然追不上小明 还把自己摔得半身不随 小明也是个狠神 他不但不跑 还拆了自己的摩托车 修好了机器狗 这下机器狗就二哈上身 把小明当主神了 小明也实现了有狗子的人生目标 他骑着摩托遛着狗 把机器狗往二哈的路上越带越远 眼镜哥的无人机也发现机器狗成了小明的爱宠 但他不急着带回狗子 反而想利用小明做实验 小明的女神小美来找他 结果被机器狗当成了敌人 在小明的解释下 机器狗明白了 主人的女神就是自己的女主人的道理 他马上把小美当成了信任对象 小明靠着机器狗的助攻 走上了撩妹之路 第二天 小明和小美把机器狗藏在后车厢 去了镇上 机器狗还绣了一波骚操作 他黑了加油系统 让小明免费加油 还输清了ATM机 让他狂吐百元大钞 接着小美带着小明和机器狗 去了自己的涂鸦基地 机器狗在墙上投影了科学家的宣传视频 让小明了解他的来历 他还给了小明自己的配对钥匙 让他滴血配对 以后一人一狗永不分离 这时大壮又上门搞事 他看不惯小明技术好 又有女人员 机器狗立马就把大壮当成了敌人 还险些把他踩成肉饼 在小明的阻拦下大壮才得以脱身 麻溜的滚蛋了 晚上小明和小美去找老明报告机器狗的事 但大壮却带着狐朋狗友 去把机器狗烧成了破铜烂铁 等小明回来 机器狗都要凉凉了 眼镜哥通过无人机发现 机器狗快要报废 于是他马上派出特工去回收 但小明和小美并没放弃机器狗 他们利用3D打印技术 帮机器狗回复真身 机器狗刚刚完成身体重组 特工们也找上门了 机器狗立马开启战斗模式 团灭全场 但他是个记仇的狗子 大壮对他的所作所为 他都存在硬盘里 于是机器狗飞奔着跑去找大壮报仇 大壮被吓得躲进车底 幸亏小明及时骑着摩托车赶来 才救下大壮 这时眼镜哥又操控着无人机 把机器狗垫得身无可恋 随后特工就带走了机器狗 顺带还绑了小明和小美 眼镜哥逼着小明交出机器狗的钥匙 这是他研究的关键 但小明不想让机器狗 被他们继续虐待和研究 眼镜哥就操控机器狗 让他攻击小美 小美只好用自己的涂鸦动作 唤醒了机器狗 但军方也加速了对机器狗的讨伐 小明骑着摩托车 带着机器狗逃上荒野 可他中途不幸翻车 摔伤了手臂 为了保护小明 机器狗引开了军方的直升机和无人机 然后把自己的所有资料 上传到小明的手机里 最后他开启了自曝程序 把自己炸成了碎片 六周后小明和小美恢复了正常生活 为了纪念机器狗 小美还养了一只真儿哈 他们在海边玩耍时 小明是用了机器狗的钥匙 发现他们还连在一起 原来机器狗活在他的手机里 这下可以云养狗了 这部仿飞制作的电影 没有像其他的美剧一样 受到好评 在豆瓣上只有4.4分 这其实是个挺有意思的机器狗设定 只可惜bug太多 机器狗都能上ATM土钱 却没有一点武器支持 这确定是战斗机器 不是赚钱机器吗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